一直毫不起眼而且回收的吸管 经由创意赋予了它更高的价值 吸管创作者康老师 经由他的巧手赋予了吸管重要的一环 在学生面前教授如何运用小小的吸管 在剪刀的巧妙运作中 能够让吸管摇身一变 变成了许多缤纷的创意造型作品 让学生是非常的惊奇 栩栩如生的创作品 这些虾冰虾酱都是用吸管所制作出来的 小朋友看了既好奇又喜欢 制作这些吸管艺术作品的这位康老师 因为看见许多人喝奶茶或是饮料 吸管喝完一次之后就丢 造成环境污染 于是他开始用吸管来做创作 6分钟10分钟就当垃圾了 很可惜 我们家里喝的不是外面剪的 那我都是用新的 可以回收起来自己做 铁罐、塑胶、铁罐、宝特瓶、吸管 都可以做环保材料 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一些 都是环保在用的 环保在利用的 所以说尽量推广 可以为地球尽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国保金康师傅来 带领小朋友所做的一些课程 然后包括有麻麻虫 包括有这个风吹等等 每一件作品都是用一支吸管变出来的 而现在他已经研发出许多的吸管艺术作品 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可以一起拿吸管来发挥创意 一根小小的吸管创作天地却是无限的大 记者林杰 收锋箱 采访报道